今天請問 邰友去市長 菜孫說 你在調查 他們說 那個人 是妳 到 他很吓一跳 以为他很吓 第一次因为新叫人 刚刚刚打后边 我出车后 绿灯亮起 气机车纷纷向前行事 但因为骑士完全没打方向灯 就直接向右偏 导致执行驾驶来不及闪避 直接撞上路边方向灯都还没打满 就向外切 后方骑士闪避不及一头撞上 气机当场喷飞滑起好几公尺 现场车壳碎片散落一地 现一瞬间带您看到 新北市的五谷区 城泰路三段 昨天深夜11点发生了车祸 一名油罐车的驾驶带 新男子左转的时候 导致对象两名骑士的失控倒地 所以我原料团队也有出现超先进的系统 请看 呃 轉向角度會進入到Arduino Arduino會偵測 轉向角度來偵測說 有沒有打方向針 沒打的話 編碼器 偵測到 然後進入Arduino 直接幫你打方向針 那如果你 打的方向 方向盤打的方向跟你方向針打的方向同邊的話 那我們就不做修正因為是對的 然後如果打不同的方向 切斷電路會把 手動的方向針切掉 改成我們Arduino去輸出方向針 大概就這樣 然後 到這裡 這邊是我們的視角板 第一個行程 碰計打方向針 直接轉方向盤 假如我們是打右邊 他就會自動幫你打 然後呢 如果你現在是 轉右邊但是你打錯方向針打成左邊 然後你現在要轉右邊 我們就會自動幫你打到右邊 並做出提示的音效 再切回來 如果是同向 就是你是正確的方向針 那我們就不做任何 糾正 一樣是右邊 就不會有任何糾正 我也幫到你 經理號沒落 我的電話號碼是 0005678 超過晚上十點 不要打電話給我 因為 所以 我生呀